台上主席才剛講完 下面群眾早已開始躁動 藍營群聚的講公紀念會 一秒成拱韓大會 國民黨力推最強棒前 四月七號先登場的吳朱惠 要不要全程公開 更是腳力戰 這些都是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都可以公開 那一樣的我們黨中央的立場 也公開讓所有的媒體們 上任的民眾們 大家都看得清楚 討論的過程當中 難免會討論到黨部的各種候選人 他的優點或者是 可能需要照顧的地方 那這個不能公開的 沒有說兩方去談 全部都公開 沒有這種事 會面要不要公開 吳朱隔空護槓 前一晚八點朱立倫才喊話 會面要公開 十二小時不到 國民黨反擊 強調閉門會將會後轉述 兩小時後 朱立倫再出招 強調會面 每一字每一句都可公開透明 被解讀是怕被吳敦一搓掉 才要求全程公開 公共公開根本不重要 今天朱立倫也應該團結支持民調最高的 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如果一定批評說公開或者關門的會議會影響到團結 我覺得那叫撕裂國民黨的團結 國民黨內已經有幾位重量級的文物表態了 所以我的態度到現在為止 我通通沒有去探頭探腦 包打聽啊 去問都沒有 通通都沒有 身為藍營最大太陽 韓國瑜不捲入天王內鬥 等著老太陽們先喬好再說 記者楊七號重遇SA小組台北採訪報導